近日台湾谋法师到基林讲法 提倡用祈愿丹 积极提倡导一千万人念佛 每个人念佛圆满 写下地址信明日期 及个人祈愿之事 交回该法师的寺院 寺院于一千万人念佛圆满大成日 将邀请世界各个高僧长老 举行圣大法会 并说必有菩萨圣圣与会 凡参加者能和菩萨圣圣共戒法办 恳请老法师为欲谋众生指点迷经 我们听说这也是一种好词 可是实际上真正念佛了 是自己的事情 不一定去凑这些热闹 最重要的前面讲过 念佛要念到心地清净 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行 完全相应 才能得真实利 所以你必须要依据经典 念佛法门在什么样的经典传呢 大家都知道 三经一论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这是三经 一论就是往生论 那么再要是这些东西看不懂的话呢 那我介绍你 一堆英光大师文朝 那英光大师是近代人 虽然用文言文学的 他写得很浅写 多念几遍就念懂了 特别是后人把它 斩集的英光大师 精华了 你多看看 你就懂得怎样去念 怎样才能产生 殊胜的效果 那么佛祖师教导我们 在现前这个时代 他不主张做大发会 也不主张建大道场 印族常常教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 小道场 人数少 同修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这个样子小道场 维护很容易 你不需要去化缘 不需要去担心 这个道场的经济问题 有两三个互法就足够了 所以你心才定 心定 心安 才能如法 才能得真实受用 这些道理都要懂 人太多了 人多 决定就杂乱 会影响你念佛的亲近性 所以这个不是 不是说人也多 那是法会 法会人多热闹 殊胜了 佛法讲的真正殊胜 是亲近性 几个人得亲近性 几个人烦恼亲智会长 这是功夫成就 不是人多 不是人 这个不能不知道的 为了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项目 是 6 5 7 8 9 谢谢大家